中文字幕提供 萬寧宣布今天起部分分店會暫停營業 或因為疫情影響改動營業時間 有53間門市暫停營業 另有38間分店暫停網購店取服務 直至零行通知 而白街亦公布會調整店舖營業時間 個別分店在下午三時關門 對於市民因為擔心封城而出現搶購潮 白街回覆傳媒時表示 雞蛋、米、麵等食物 以及廁紙和清潔用品等日用品 仍有穩定供應 呼籲顧客理性選購 而Witzens表示分店會繼續服務 店舖營業時間或根據疫情 而不定時或有更改 又因應物流情況嚴峻 及人手非常緊絕 今日至本月16日 原定送貨上門服務 會有所延遲 有時會被除非 反正反而是 有時會被除非 居住 有時會被除非 反正 對於 市民 有時會有 和 互相